看一下这些河 水有点红 红水肯定是有鱼 这里有什么新鲜的脚印 应该是什么螃蟹 或者那些水捞鼠之类的 这里应该有甲鱼 你看 这是甲鱼的脚印 看得出来 看一下这里 一般甲鱼都会藏暖 都会找这个沙汤来藏暖 但这里有甲鱼也不奇怪 水是混的 你看这是脚印 这是爪子的印 这里有爪子 而且这些都是爪子印 你看一下 这几个特别明显 这是爪子的印 是甲鱼爬过的痕迹 它跑到这个沙汤上来 应该是藏暖 就在这个沙汤 应该是有一只甲鱼 或者是撞进那个 那个石头缝里面去了 估计在那个石头缝里面 要是找到只甲鱼 那今天就吃烤甲鱼 还是甲鱼豹 如果甲鱼太小了 我就把它放生 如果是抓了一只大的 我就把它带走 这个地方 你看生态环境特别好 保护得特别好 有甲鱼也不奇怪 看它的脚印 它应该在这一堆泥沙里面 装就了 或者装进里面去了 或者是装在那个石头里面 这里这里这里 没有没有 拿摄像头来 听到声音没有 在这里 看到没有 看了没有 看了没有 别给它跑了 这只很大呢 它又想装回去了 我看它往哪里装 今天大收获 别给它跑了 估计有一劲多症 还想咬人呢 来吧 来吧 咬我 哎呀 真的它不放了 这个是棍子 如果是来那肉 暖面面 它真的咬的不放了 好了 今天晚上 吃甲鱼 一键多症 走吧 好看